從小就很多的所作所為 都會被我爸罵說我是 標新立義特立獨行 不然在那之前我會懷疑自己說 我是不是學著正常一點 關鍵點應該是在於自私自利 我只在乎我自己 也代表說 我的情緒不依賴在任何一個對象身上 沒有啦 這叫對 這叫對那個麥克風的 艾達今天過得好嗎 歡迎到李克太太 伊爾怡其實很久以前我就有注意到他 對我而言算是蠻特別的一個存在 因為某種程度上 你做了很多事情是 我都覺得哇 就是我完全不敢做的事情 我覺得我的本質是一個很藐視權威的人 所以從小到大就是一直會提出很多的為什麼 老師叫我這樣做 我會先問他為什麼 他如果回答不出來或是 他這個命令或是要求 我不做也沒關係的話 我可能就真的不會做 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要寫那個 寒假作業還是暑假作業 會有一本 他是希望你每天寫一頁 我就突然想一想 如果我整本不寫會怎樣 好像也不會怎樣 那就整本都不要寫 然後開學之後 老師會一本本收過來 他就真的只是用紅筆打個叉叉而已 就沒有怎樣 對 我覺得那一刻就是頓悟了 就是說原來不需要照規矩來做的事情也可以 對然後 例如說小時候不是會有一些可能訓練 邏輯思考啊 讓你畫那個迷宮 從入口走到出口 如果我是全班最快完成那幾個迷宮的人 因為我從出口開始畫回入口 然後老師就很生氣 就覺得我不照規矩走 可是我就是全班最快完成這幾個迷宮的人 我不懂我錯在哪 其他同學也不懂我為什麼要從出口畫回入口 老師更是覺得這樣不行 我的腦中會把一些沒有意義的東西自動刪除 有一次最誇張的是 有一個朋友他就跟我聊到說 你有個前男友啊 他叫什麼 例如說Peter 然後是姓什麼 我說對啊他姓什麼 我是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什麼特別的 我又 我又 Peter來了 好可怕 我來我歡迎Peter 我比較有興趣的是 你在很小的時候 比如說你幼稚園或者是小學 你不一定記得 可是當你在試圖的去反抗這個權威的時候 師長跟長輩對你的反應 你都是怎麼樣 但我還蠻妙的欸 我覺得我是藐視 當作沒看見 我不會特別的去尊重 但我也沒有想要打敗他 或是抵抗他 從小就很多的所作所為 都會被我爸罵說我是 標新立義特立獨行 當時的我 我並沒有覺得這是一個缺點 或是負面的詞 只是知道我跟別人的想法好像有點不一樣 但真的花了一些時間去幫自己找到答案 為什麼自己和別人不一樣 為什麼別人無法聽得懂我在說什麼 不服從權威 其實是一個比較不容易的做法 因為服從權威就不會有事了 不管這件事情有沒有是我想做的 可是不服從權威就是要去管接下來的麻煩 所以你已經可以心裡健全到覺得 接下來就算有人找麻煩或者是對我講些什麼 我就是決定要去面對這些 你怎麼達到這一步的 雖然你可能會說有些人天生就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環境跟基因還是有相輔相成的 尤其是你剛剛提到說 你父親是比較傳統的人 比較以上對象在講話的人 通常在這種家庭長大的小孩 長大之後就是一個比較容易服從 關鍵點應該是在於自私自利 我只在乎我自己 也代表說我的情緒不依賴在任何一個對象身上 不論是親人或是我的另一半 又或是我的朋友 你今天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我的第一反應是 我跟自己對話 我就在家跟自己反省 對話 等到把謎題解開 或找到解決方法等等的 然後就結束 我不會打給任何人 但是我想很多人會是擁有一個傾訴的對象 然後互相倒垃圾 我在這邊先打個岔 因為剛剛Illy講的這段話 我覺得有一個要嚴重的話重點 就是對自己的情緒負責 有一本書 他說以前就是一個 什麼東西都要推到別人身上 可是在他的人生發現 他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對自己負責之後 他的人生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反轉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句話 讓我嚴重的想到這本書 然後我非常推薦大家去讀 Illy他可能講到是一個比較直接的人 他說就是自私跟自利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連自己都保護不了自己 自己都沒有辦法好好愛自己的話 你就沒有在為自己負責 他只是以用比較直接直白的方式 把他講出來 我為什麼說自私自利 沒錯 我就只在我關心 我在乎 我喜歡有興趣的地方 做得好 其他就是不關我的事的 我就做個及格這樣子 自私自利他的終極展現 是做到讓人沒話說 例如說好跟家人的相處好了 我知道每一個家人的角色 希望我幫他們做什麼 我看到這個需求我就會去做 但做這件事情的本身 是為了滿足他們之後 他們就不會來找我麻煩 的這個最終目標 不是在中斷的滿足他們 然後對於情人也是 有些人認為自私這個自私 都不管另一半的感受 然後那這樣另一半就會跟你吵架 為什麼都不關心我 什麼沒有 那個人一定不夠自私 真正自私的人是 一定會把另一半照顧得 妥妥貼貼貼 讓他感受到被愛 然後他不會對你有抱怨 那這樣我們就會形成一個 很棒的互動 真正自私的人才不會給自己找麻煩 所以在你的心目中自私其實是 我覺得超讚的 超棒 因為你的自私的形容的這個內容 對我來講就是愛自己啊 就是對自己好啊 對啊 對但是這個對自己好 其實在我身邊的人眼中 他們是會享受前面的那一個動作 就是我滿足他們 那他們享受在這一塊 不太會去看到我後面這一塊 23、24歲的時候 才找到跟我很像的朋友 不然在那之前我會懷疑自己說 我是不是學著正常一點 就在三觀啊 或是做人處事啊等等 後來我開始遇見跟你比較像的人 一個兩個三個之後就發現 有有有我們這個族群的人 只是比較少 那和他們聊天的過程當中 很像是照鏡子一樣 就會知道特質是什麼 優點缺點是什麼 那我們可以要改善的地方 其實像是要改善的地方 的確就是我太不依賴別人 那相對的我在團隊合作上面很弱 團隊可能會覺得是不是不被信任 所以這個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今天這個訪談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 我自己這樣子好像是我自己卡在我自己的同文層 我也想要看看跟我比較不一樣的人是 他心裡面在想什麼 因為你做了一些我真的我完全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會想說那到底是什麼樣的特質 什麼樣的環境可以造就你 可以做這些事 其實還蠻多人會一直想要針對我的成長背景 來去分析 是不是因為小時候怎麼樣所以長大變這樣 但因為我有一個弟弟 他跟我是完全不一樣的人 20 21歲的時候 我犯了一個錯就是 我認為我自己做得到的事情他應該也要做得到 我們是同寫同源 然後同個環境出來的啊 那我真的覺得就算個性不一樣或什麼 那至少抗壓性的部分要差不多吧 自己一個人生活不會太難吧 那我那時候就送他出國讀書 那前半段讀書 那後半段他要去打工啊 自己養活自己 我們當時的約定是一年 但他沒有呆滿一年 就偷跑回來了這樣子 然後其實那一時候 我哭了非常傷心 我就覺得我被背叛了 就是為什麼你不守信用 然後我們已經規劃好一些事情了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或是如果你真的做不到 或是不想要你為什麼不早點這樣 為什麼要用偷偷回來 你就這樣傷到我的心 那後來我想這也不是他的錯 第一個他年紀也很小 他18左右吧 我後來就發現啦 就是每個人真的不一樣 即使我們同樣的背景 遭遇同樣的狀況 但抗壓性也不一定會相同 而且差距實在太大了 大到我會跟大家說 我想抗壓性有可能是天生的 關於抗壓性 你覺得天生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關於看網路評論這件事情啊 很多的名人或是KOL 他們選擇不看 反正眼不見為盡 不然看了就又要可能失落啊 憂鬱個好幾天 走不出來啊等等 那我是有辦法去不看完的 我還會評論一下創意 這個人蠻不錯的 很有梗 很用心 那你會跟他們回覆嗎 我會我會 如果很有趣的我會回他們這樣子 那你對我們這種 不再敢看評論 抗壓性比較低的人 有什麼好的建議 怎麼想會讓我有勇氣去看 或者是不要看 例如說 為什麼他們都會在你背後 嘴你啊 因為你走在他們前面啊 這種的 我才不相信你自己會跟自己講這個 因為我真的就覺得是這樣啊 我認真的覺得是這樣 他們就見不得你好啊 可是有時候你散發出來的這個光芒 有些人看到認為是刺眼 有些人看到是感受到溫暖 這個是你沒有辦法決定的 他眼睛就這樣啊 他比較味光啊 講得好 他比較味光 還有我剛剛有說到 不要把情緒 依賴在別人身上 那個別人不只是親近的人 太多人的成就感 需要的是別人對他的肯定跟讚美 歡迎去看一下 我跟白石公主的那個 裡面有講到 怎麼樣建立自己的製品系統 今天我跟嘉純 學了蠻多的東西 還有一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想像你的心是一個容器的話 如果是一個水杯 那倒入一匙鹽巴 那杯水喝起來就超鹹的啊 可是如果你的心是 一個很寬敞的河流 別人倒什麼廚餘啊 或是工業用飛水啊 或是一切的一切都不影響你 那要怎麼樣把你的心 從一個水杯慢慢慢慢慢慢 擴建到像一條河流 你可以先從變成水溝開始 然後再慢慢慢慢變成小溝 小河流 來到河川 今天謝謝嘉純的心靈雞湯 發現原來我們雞排妹原來是個暖女 把自己的心擴大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再配合我這邊的一些小工具 就是你的濾水器 裝著濾水器 就可以得到更清淨的水 然後還有一個很基礎的一件事情是 你要對社會有奉獻 那對社會有奉獻 很多人會把它想得太偉大 我是不是要蓋學校 我是不是要什麼捐圖書館 沒有沒有沒有 你關心身邊一個人 他開始情緒滴落 例如說最近秋冬嘛 有一些曾經有心理疾病的人 他可能會復發 或是輕度變重度 稍微關心一下 這個也算是對社會有貢獻 因為你拉了他一把 或是說你把你所學所知 都盡量分享給別人 也算是一種對社會有貢獻 那人只要清楚的了解自己 能夠信任別人 對社會有貢獻 做到這三件事情 你一定是會獲得很多的幸福 講到做慈善 你最近對那個債宅醫療很有興趣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日本其實有在宅醫療幾十年的時間 台灣目前的進度是落後日本二十年的 很多人連在宅醫療是什麼都不知道 那我舉一個很自身的故事好了 因為我媽媽她是在我大約13歲左右 有罹患胃癌 然後在我17歲的時候有病室 那其實在後面幾年的時候 因為擴散的關係 她整個胃都切掉了 然後食道皆小腸 已經知道這樣身體撐不了多少年了 那是不是就要去準備 讓她比較舒服的人生最後一段路 八十幾歲大腸癌 然後還要幫她開刀 不用吧 但是對於一些外科醫師來講 她的職責是把腫瘤切掉 有一天我印象 我在家 然後剛好看到新聞在報導 安寧病房 安寧病房有個病患 肚子超大 很像懷孕八個月那樣子 什麼病肚子會變這麼大這樣子 然後過沒幾年我去看我媽 我媽肚子就是那麼大 其實到這個時候啊 醫生就應該要知道差不多了 差不多之後可以做什麼 我們是不是可以讓她回家 那在宅醫療呢就是 如果你是不方便去醫院 你家離醫院太遠 或老人家就是不想要去醫院 不喜歡去醫院 在宅醫療它的醫療團隊 是可以到家服 而且它有些部分是有健保給付的 那甚至可以在家做一定程度的小手術 那善終 這個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課題 如果每個人都有在宅醫療這個概念 也許會改變很多人的遺憾吧 今天很謝謝你 給我提供非常多的建議 我就心裡有在做這些筆記 因為我想要知道 強壯的人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強壯的 今天跟家純學到的 第一個我們要為自己的情趣負責 再來就是 剛剛雞排妹講的 她說她覺得她是一個很自私自利的人 但我覺得她就是一個 懂得怎麼樣好好愛自己的人 這也是大家很值得學的地方 第三就是剛剛雞排妹講的那三點 其中我覺得最大一點就是做慈善 所以今天我畫的三個重點 在這邊提供給大家 然後我們謝謝家純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你是怎麼硬起來的 最後有小提醒囉 你如果想要改變任何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只有讓自己變強才會發生變化 那今天就這樣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如果還沒訂閱的話請幫我訂閱一下 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